台湾 台湾 前进前进 生生保佑 这是台湾人民 全海人为心表明 这是台湾人民 英国成功妙一生 这是台湾人民 英国成功妙一生 各位维新圣教 所有闲事 及各位死亡三主事 大家平安 今天是与卫廉农历 3月28日 是水陆法会的第六天 升坛以来 我们大家都是很高高兴兴的爬上天梯 进入我们维新圣教 圣殿 来向王产老祖祝寿 在这六天以来 各界的热心和诚心 我非常的感动 那么我们今天有这个机会在这里 向维新圣教教主 王产老祖祝寿 我们要感恩的就是地母自身 若是地母自身没有这块宝地的地球 给我们来到世界上投胎转世 但是有这个人生在这里行住坐卧 让我们的身体慢慢地长大 慢慢地体会人世间的生老病死苦的时候 我们是不可能能够成就 所以鬼谷先是王产老祖开示我们 来到世界上我们要感恩天 要感恩地 天是我们的父 地是我们的母 感谢天恩 感谢地母的 他的慈恩 所以任何一个人 无论你是什么教 教是后天有为法 是人所创造出来的 但是山头大地天地本来就具足了 那我们要来地球上的时候 你从哪里来 王产老祖开示 来从蓝天去从蓝天 蓝天就是我们的顶首 霓丸公 易经的前挂 三两开胎 我们从父母的交购以后 十天之内怀孕了 我们的灵性 开始在我们的霓丸公 这里开始 在霓丸公很薄很薄的 霓丸公很威细的 我们的生命就在里面开始了 所以这是蓝天 蓝就是人天 是前挂 前为天 为金 在蓝方 宇宙虚空的蓝方 不是只有地球的蓝方 而是整个太阳系九大行星的蓝方 先天八卦 胡须式的八卦 先天八卦一卦开天 再卦辟地 人力其中万法生成 这即是天 所以我们的灵性 来从蓝天去从蓝天 来到从蓝天来 来到这里是降在地魔屋 的怀抱中 任何一位圣神 天神 借机会来投胎 转世为人的时候 绝对不能 没有这块土地 所以今天 这个殷延 有台中圣元堂 地母祝珍 地母娘娘的 这些地址 也代表来向王产老祖祝寿 把他来这里祝寿 你也要地啊 你有地才能踩啊 踩得最快地啊 所以啊 我们从天上界 投胎转世来世间上 少不了这块地 所以第一次打下了 我们来到世间上 一定要知恩感恩和报恩 报恩在哪里 我们要了解天地 他的功德 从来没有排斥我们 没有毁谤我们 没有贫弃我们 那我们为什么来世间上 既然有做身体的 都不知道感恩呢 不知道地母之恩 地母离我们最近 每一个链头 每一步一脚印都需要地 一个最简单的道理 所以民国98年 我一场大病 在农总住了77天 那时候呢 就是地球上 发生了 1151个天坑 地洞 那么深 车子在上面晚上睡起来 已经在地下 在很深三四百公尺的洞里面 那怎么要掉到哪里去了 那是要警告人类 要知地母 地之恩 地为母 天为父 所以 民国 98、99年 王残老祖 趁着我在 台中农总医院 在那里住院的时候开始 要补地 偏补完了 第二年96年 偏补完了 抽氧成破洞补好了 接下来就要补地 99年就补地了 这补地怎么补 就需要送地母真经 这个地母真经是 哪一个教的 不要管哪什么教的 依法修行 依法修行 所以教育要学习知恩感恩 所以我们在 八十几天的法会 补地 到十一月十七 将补地的功德 圆满了 到现在来 就没有再下限 尤其在中国大陆 长江沿岸 四川长江沿岸 就有四百五十九个天更地洞 最大的 六百二十多公尺宽 深六百六十公尺 那不得了呀 在长江大坝三峡旁边 弱势 没有那一个十倍的胸怀的时候 趴下陷下去在长江大坝 的地方漏一个洞 整个长江的水 往下游 死伤的人口 我把它计算起来 将近三亿七千万 那一夕之间 跑也跑不及了啦 所以地母助征的伟大 我们要学习感恩地母助征 那你来的话 大家一起有这个心 消灾化节嘛 所以今天 几位菩萨 代表地母助征的圣元堂 地母助征的圣殿 代表来这里去 向王残老祖祝寿 今天是3月26日 王残老祖祝寿 这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不要有宗教的分别 任何一位圣人 圣神 都是代表法 我们依法修行嘛 天国行动苗的圣 我们有五股可以吃 若是没有这块地 没有五股可以吃 我们来世间上就死翘翘了啦 没有这块地可以采 你要盖什么房子 不可能嘛 所以 修行就是法 修行就是我们人生最宝贵的 那么 有人问我说 叔父 我们拜王残老祖 为什么要去拜帝母助征 很简单嘛 王残老祖来到世间还要帝嘛 我是拜什么佛的 你也要帝 我拜上帝的 上帝派了一个 他使者是耶稣 他也要帝 虽然他定在十字架上 十字架上下面 还是要立着 才能实现人的心 所以我们要知恩感恩 地母至真 我们做一些对人类有意义的事情 不要在那边斤斤计较 相互的攻击 那都是最不孝的 地母至真的子女 在那边相互攻击 相互相互相互残杀 那个地母 哎呀 看了变成 地母至真肚子里面的虫 儿里的虫虫 那么我们都投胎到世界上来 我们的爸爸妈妈 好不同养育我们这么大了 我们要成为地母身上的一条细菌吗 成为一条虫吗 所以今天水陆法会 我们有超度地球195个国家的农业 变退软动 射农药 来把它扑杀 我们才有饭吃 才有水果五谷可以吃 所以原来软动 它也在地球上啊 任我们水陆法会 每年都有台中中港道场 圆南法师 每天修行 宋佛说大阿弥陀经 超度他们 地球既然不适合他们住 他们也想住也无奈 没有机会投胎为人 那么我们就要超度嘛 宋经 那么在今年 将近有1200万部了 我们宋经那么多的经的精宝 也一起回向给过姓祖先 三界万灵 也回向给这一些冤灰软洞 这些冤灰软洞 受农药杀害的朱燕灵 这个也是我们在感恩啊 所以王产老祖开述我们要修行 修行就用诵经的 读诵经 要用我们的口 我们的口呢 是用来吃东西 喝水呼吸以外 就用我们的口 来读经 念这个经 然后回向给你们的祖先 给大家的祖先 回向给三界万灵 这其实是地母的 他的慈悲胸怀嘛 所以今天我们有七坛一首的法会 这个也是要感恩地母 若是没有这一块地球这一块地 你要是识诵什么经 你什么教 你我上帝那么远 你三天还在这里趴趴走 还要在这里靠中吃饭 你怎么要去谈那些不切实际的啦 所以王产老祖开述我们 就是每一个时刻 我们都踩在这个地球之上 刚才这个小菩萨哗一声 他也是在地球之上 才有机会哗一声 不然你才在空中哗也哗不了 这都是我们来到世界上修行啊 那我刚才地母祝珍 借着地子的身上说他没有皇子祝咯 我知道地母你在考试我 还要给我考试 我说那三百平就够咯 那个地就把它买下来 那个所有信众大德文 说我们没有钱 哎呀 当时我买残岐山仙 我是快五甲 那说我没有钱 我是马上借了二十万 然后慢慢地化炎 大家一起 妙是大家共同的 是代表众生来见受 所以当时我买这一块地的时候 到时候要建设了 没有钱 我常常往前楼子 你的金师借我去当铺 当钱一些钱来盖好不好 把摸去当铺 把金子摸去当铺 金师把包去当铺 所以结果神还是怕我们这糊涂地址 把他包去当铺关起来 这次在起诉我们 要问诸位 我们修行要有法 帮助众生 那地母祝贞的圣殿 就可以盖起来了 不要有烦恼 你烦恼解决不了事情 哗哗嘻嘻哈哈一笑 原来事件就是这样 我们来事件事就是体验人生 人都有生老病死苦 所以我们立法院院长 王金平院长 有的问他 你要不要选总统 2016 他就把亡产老鼠八宝新华 说了 来者不继去者不留 盛其自然不可勉强 有缘着度有得着述 皆顺天理 事事如意 八宝新华他背的很熟 念的很熟 把这个妙华 中国大陆 把这个八纪 王财老祖 八宝新华 在大陆 报纸登了好大好大篇幅 若是大陆同胞 你了解到这个 也会感恩 帝母至尊 他的天威 他的持斗 所以 我们今天 法会 已经第六天了 各谈 法会的情况 有我们 微信电视台 谭杰云 主播 他 访问 撰文 告诉各位 了解到 水路法会 水和路 路就是地 水和路 就是相心相福 如果 有路 大地 没有水 到最后 是飞沙走石 又没有了吧 你有水 没有路 还是没有停住 所以水路法会 就告诉 祝我们所有的众生要去知恩 感恩 报恩 报水路恩 天地之恩 神佛之恩 地母之恩 那么我们今天水路法会 六天 下午 就有五大 验室 五大 金刚丧尸 验口坛 明天下午 一点 就开始送圣 送圣 回归 南天净土 极乐净土 那么 我们人 修行 还在大地上 所以 要感恩 地母自身的 无量功德 祝福各位 欢迎继续收看 维新天下事 以未年水路大法会 特别报导 维新圣教宗门同修 从去年开始 奉师父混元禅师之命 必须在今年法会之前 送经满千万步 以圆满为国修道 为民祈福的圣教本愿 经过师兄师姐们 一年来的精进修持 终于突破了千万步 在此同时 媒体上也传出 伊波拉病毒 危机解除的好消息 师父混元禅师 深受感动 在水路法会现场 做了以下的开示 那么刚才呢 我就听到圆满法师 跟了报告师师父 一破拉病毒解除了 他就赶快拿着 这个讯息给我看 我们现在就请圆满法师 来为各位 来报告这个好消息 师父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各位贤士同修 阿弥陀佛 各位贤士同修 功德无量 在去年开始 我们一起恭送 一千万步的功德 鬼谷先师天 得经所有的经典 在当下此时 都圆满一千万步以上 那在法会三月 农历三月二十二号 开始的当下 我在早上的时候 刚好我们现在手机都很方便 在手机的那个都有新闻 新闻打开我就看到 世界组织宣布 赖比瑞雅解除伊波拉病情 最后一位都解除掉 所以我们诵经的功德力 在当下 老祖法会的当下 就已经解除掉了 那这个是大家 前世同修的功德力 老祖师尊的慈悲 师父的慈悲力 让我们所有有缘的同修 一起来为国修道 为民祈福 这个功德力在当下 整个的疫情都化解掉 那我们以感恩的心 感谢阿弥陀佛 祝福的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思静阿弥陀佛 背未变 太鼓着了 相将 在花三年三三天 天文的勇心 不再接 祈求归宜 剛才我們看到 這個佛拉病毒的解除 的訊息當然很高興 所以我在 我們維新聖教功德基金會 護民署長林仁尚閒事 他又跟我說了 前幾天他的情況 現在聽到說病毒解除了 那我就請我們的林副秘書長 仁尚先生 他來為各位說出他的心情 好 我非常納悶 剛剛聽到師父啊 開始說 醫波拉病毒已經解除 因為前天晚上我才在網路上看到 世界衛生組織在發布 醫波拉病毒的這些資訊上面 在網站他講說目前還沒有這一種藥 可以來治療來化解 醫波拉病毒 剛剛聽師父講 師父在開示 說已經解除 我非常納悶 這不曉得是什麼法 是什麼藥 聽說 跟我們王產老子 天德經還有關係 因為我們中文很多學員 我們很多弟子 大家都遵照師父的指示 在送 玄天上帝 還有 黃產老子 玄廟真經 有很多的經書 聽說這些經書 就是化解 醫波拉病毒最好的良方 因為我在前天晚上 在網路上看 目前為止 我們的前中華民國的老人 大家都打了兩支免費的 這個預防感冒的這一種 這個預防的這個針 但是為什麼還會有這一種病毒發生 目前還研究不出什麼藥 所以剛剛我在請示師父的時候 師父告訴我解除 這種病毒已經獲得的 趨緩下來已經解除了 我再請師父告訴我們 這是什麼良方 所以師父剛剛告訴我 可能就是我們的這些所有的弟子 大家都有心來送 供奉王產老子 玄廟真經 天德經 產生了這種功效 所以我也祝福我們天下 所有的蒼生 所有的弟子 大家身體健康 王產老子幫我們化解了 這一個大劫難 我們也特別來感謝王產老子 感謝師父阿彌陀佛 謝謝金寶師 賢士協的老闆的 爸爸林仁尚 護米師長 關於他說到底是什麼要化解了 王產老子 開署我們 維新聖教的所有的賢士同修 我們的本願為國修道 為人類來祈福 這是非常客觀慈悲 但是為人類祈福你有什麼法 只有修行嘛 一波拉病毒 這個毒 這個毒是不是一般要 總可以化解了 病毒裡面有微塵 那麼細的細菌眾生 它也有靈性 它也有這個覺醒 反正恩恩相道何時了 可是我們人就這麼的糊塗 人類那麼的愚痴 都想為自己好 不管他人的時候 只為自己的利益 不惜他人生命的犧牲 這都是人類的愚痴 所以王產老子倒架持行的目的 就喚醒民心 要修行 但是修行要無法 沒有法術無法可渡 所以很多病 不是人類可以解決的啦 必須要仰仗天威神活力 仰仗天威神活力 你怎麼仰仗 只有依照神的旨意 好好修行 好好去誦經 心存善念 就可以感應到神活 感應到病毒 病毒就是地獄的重傷 所以地獄 地獄不空 事不成果 我不下地獄 誰下地獄呢 這範險我們要修行 所以老祖師真 開祝我們實時要誦經 不要懷疑 過有過的教文都叫法 大家都是要為您來祈福 所以我在這裡 恭喜 向各位我們維新神宿同學們 恭喜各位你們的用心 送我這個一千萬步功德 都圓滿了 傳奇山仙佛寺總本山 以為年公祝王才老祖聖誕 萬靈歸心水陸報恩大法會 已經進行到第六天 來自台南的台灣寺大士殿住持 楊武才先生 率領同修們專程前來為老祖祝壽 由師父火元禪師親自接見 一同進入維新聖殿禮佛 並向王才老祖獻上香花果鑽 以及壽陶 表達成敬的祝賀之意 隨後一行人轉往千佛禪堂禮佛 以下請聽師父的現場開示 我們維新聖教 為根源祖師 台灣第一代祖師 祝佛菩薩三寶佛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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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陸大法會的第六天 在去年的當下 王晨老祖開示 說台灣和地球有一個大的截爛 就一個天問 結果 我求老祖開示 一定要有法 那時候台灣祖師 大菩薩開示了 要帶領所有的唯親賢士同修 要誦經一千萬部 阿彌陀經 普文品 藥師經 金剛經 還有老祖傳的天德經 地藏經 一定在一年內要一千萬部 一千萬部不簡單 所以我也求台灣祖師給我力量 我身可以供養 所以 諸天聖子佛菩薩一起救 家屬我們所有台灣 一千大學 維新聖教的賢士同修 還有基金會的會友一起送經 結果 開始台灣很不平安 那時候才發現 諸佛菩薩祖師的慈悲 台灣3月3 5月5 6月6 7月7 9月9日等等 一年都不平安 尤其聽到世界 這個伊波拉病毒的嚴重性 所以 我們就鼓勵所有賢士同修 在家修行 認真送經 一定要達到一千萬部 我也一直在祈禱的 祈求台灣祖師爺 大菩薩的慈悲 給我們這個力量 能夠圓滿一千萬部的經 結果在今年的5月10號 就開始升壇水陸法會八天 在水陸法會八天 那一天我們很高興的 就登記出來一千零六萬部 一千萬部 又多了六萬部來了 到現在來有一千兩百萬部了 做功德 我們一起 供養祈求台灣祖師爺 慈悲 那家屬冠頂 消災化解 所以在昨天 又有我們法師 告訴我說 師父 網路上已經看到 國際衛生組織宣布 在5月10號那一天 一波拉病毒完全解除 那時候我眼淚 要流出來 感恩祖師爺 台灣祖師的慈悲 感恩王壇老祖的慈悲 諸佛菩薩隆天護法的加持 地球平安 天恩永喜 天待永喜 是台灣祖師 他所傳下來的心法 依教奉行 依教祖師 依照祖師所教育的 教法我們來奉行 所以我們在這裡 除了感恩 今天台灣祖師 祖師 你們代表 台灣祖師的文下地主 一起回來 向王壇老祖祝壽 這也是在向所有 全地球人類人在祝壽 祝大家都 無量壽 那在這裡 除了謝謝以外 感恩以外 給各位同學們 這個好消息 台灣祖師的偉大 台灣祖師的慈悲 台灣祖師的慈悲 都在生活上 不著混激的 我們要用心去悟 所以今年 水陸大法會回來 參與水陸法會一起祈求 平安消災化解的 十方善信大德 帶著購地的 無形 靈魂界的 空界的 聖神 還有三界萬靈一起 來到殘岐山 仙佛寺 像王壇老祖祝壽以外 我們也在這裡 我們生了七壇一手 來超渡 明陽兩界 都和諧的時候 人間就會成為愉快淨土 所以台灣祖師也他那一句話 台灣他肚一半,一半給我們自己肚 台灣他肚一半,一半你要自己肚 所以這一季的殘疾 在33年來台灣祖書將汪山老子請下來33年長 33年 所以裡面的殘疾 我們修行 絕對不要自傲 最怕自傲說台灣祖書跟我說 台灣他肚一半,一半我肚 錯了,大家一起自己肚 台灣祖書引入門,修行再過人 這一點很重要 希望我們所有維新賢視同修 實王善信大德門一定要注意 那麼今天我們很感恩 我們的大師店的大師,梁大師 帶領各位回來向王燦老子祝壽 好,我們現在請楊大師來為我們 念壇所有參禮 在祝壽祈福的開示 好,謝謝 台灣祖師為我們渡了一半 我想六祖碰到五祖師父的時候 他說了一句話,我非常感動 當五祖把一波傳承給六祖的時候 然後半夜這個渡船送他走 他說這個一波從此就不傳了 那當時這個船要走的時候 五祖親自掌舵 他說今天為師,何該為師渡你一乘 像我們這種悟性不高想一想也對 今天師父渡我一乘 但是你看六祖的智慧特別好 祂是我們禪宗最具代表性 所以六祖他就說 迷食啊,師度啊,勿食制度啊 師父,我來 所以啊,一個偉大的師父啊 他一定是以最大的智慧 堅韌不拔的精神 然後就是一門深入 所以像我們禪師這種 樣樣精通,實淺實美的人是很少的 所以這樣的一個偉大師 我們能夠來親近他 今天來到這邊 我想我們各位同宵回去啊 這個每一個人都是啊 福慧啊,就很圓滿 大墨王山老祖大天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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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尊 我情供妙一生 各位微信聖教所有賢士同修 及各位十方善知識 今天以衛聯3月27日 昨天3月26日 普天同慶 天人法界 都在向王蟬老祖大天尊祝壽 本來有一些聖教的教主是王蟬老祖 今天水陸法會 互果息災 大法會 香花果串 來供養 供應周天聖筍佛菩薩 光降臺灣淨土 殘吉山仙佛寺過分次到場 授納 維新賢士及過界的 供養 祝壽 並祈求風調雨順 國泰民安 今天法會 今天法會已經到第五天了 我們每天回到仙佛寺 來向王蟬老祖祝壽的 非常的多 都抱著非常感恩 列祖列宗 朱祖靈 多生父母之恩 尤其感恩王蟬老祖 我們另一位祖書 諸天聖筍佛菩薩 那光降 家齒冠頂 家家呼呼 平安 人人事業順利 那麽我們五天的法會 每天下午四點半開始就開始 由燕口金剛上師 明定大法師大和尚 親住祖壇 燕口師師 來普渡眾聖 那麽本文心聖教 所有賢士同修 為了表達 感謝天恩主恩 然後勾依每個人的本願 來贊普 供養這麽多的普桌 這個只有一部分而已 我們的普桌 近年總額一萬五千五百桌 每天在仙活室 要供養三千一百桌 這個三千一百桌 要把它供養 供養這麽多的普桌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 除了金剛上師 修行的功德 施實 依法來畫以外 更重要就是我們所有的賢士同修 大家送經 在今年的水日大法會送經到現在 一千一百二十三萬部的金的功德 來供養 回向 然後加上 這麽多滿山都是普桌 做個功德 法界三界萬靈 中華民族一萬五千六百一十五姓氏 列祖列宗朱祖靈 三千七百六十四大小戰爭 往死朱彥寧 雙法界三界萬靈 光匠 殘吉山先佛寺 來驅我們的水陸大災 我們所求的 是封條與盛國泰民安 世界能和平 所希望的 所祈禱的 各位的列祖列宗 能夠仰仗活力 接吟來欺嘆一所聽見文法以外 然而掀開一節 接著往生希望極樂世界佛淨徒 了脫生死 所以今年我們普渡 普桌一萬五千五百桌 明年當然會更多 甚至會跳上兩萬桌 這個都是表示 蘇王法界三界萬靈 授納我們大家共同的祭拜和供養 這是我們的責任和義務 沒有什麼功德可言 所以鬼谷仙師王山老祖聖誕 非常非常的殊勝 那麼等一下咧 我們就接著 開始要來深壇 你們現在所聽到的唯心賢士同修 一面走捧著構界的大人類 經過藍天門 來從藍天去從藍天 然後轉身希望一路世界佛淨徒 在藍西山仙我寺 彈城咧 然後一路往西邊走 往彌陀講堂 燕口彈城 在那裡專做連台 聽經文法 授納祭拜供養 所以 鬼谷仙師天德經開宿我們 各位列祖列宗也好 或在座的所有的人 都是來從藍天去從藍天 來從藍天門來到凡間 回去還是要往藍天門回去 然後才能夠轉身你的天國 希望一路世界佛淨徒 以為本願啊 那麼我們當下此時 在藍天門殺佛世界 在這裡 誰啊小看啊 只有這一些 已經佈滿整個地球 你有天臉通 你就可以看到現在當下 無量數的 微塵世界的眾生聖靈 都一一地從藍天來 進入藍天淨土 然後聽經文法 接得往生希望極樂世界佛淨徒啊 所以水路法會大哉的功德 不是一般人所能了解的那麼膚淺 水路大哉 是佛所傳的普渡眾生 那麼超度 豬靈 眾靈的上聖心法 那麼今天已經3月27日了 現在我們在壇西山仙國寺 南天門前 在這裡我們一起祈禱的 王神老祖 觀世音菩薩 大願地藏菩薩 諸佛菩薩的千靈 聖靈 來屈彈城 來時機去時寶 仰臟佛利 享受法宴 接著往生希望極樂世界佛淨徒 成就佛國衛 這是多麼難得的好因緣啊 今天我們在南天門聖門之前 在這裡為各位解說介紹 普渡供養的真實意 祈願王神老祖 農天護法 能夠加持 各位唐上列祖列宗主主靈 加持各位累劫以來冤心在足 加持 失望法界三界萬靈 接著往生南天淨土 轉生希望極樂世界佛淨土 是我們維新聖教 所有的賢士同修們 共同的本願啊 在這裡祝福各位 大家華喜充滿 阿彌陀佛